麻省理工教授列出世界难题 却被神秘清洁工两分钟破解 此人究竟是怎样的稀释天才 今天目位就给大家讲一部奥斯卡提名电影 《心灵捕手》 小帅是一个穷苦青年 没钱读书的他 选择在麻省理工一边做清洁工一边学习 这天他正在打扫走廊 听到教室内一个教授 说在宫区黑板上写了一道世界难题 能解除这种题目的人 无不是天才级的人物 这下子让小帅来了兴趣 于是在没人的时候 小帅三下五出二就把题给解了出来 在小帅和死党一起回家的路上 看到混混欺负人 一群人立马下车围殴混混 却被赶来的警察抓了个正招 次日教授在课堂上问是谁解除了难题 但是没人承认 无奈教授出了自己团队用时两年才解出来的题 向这个解题天才发出挑战 从橘子里出来的小帅回到校园时 发现又多了一道题 来近的他又提笔鞋了起来 这次解题被教授看到了 教授以为是清洁工在涂鸦 过去便要阻止 小帅也不想被发现 于是转身就走了 等教授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发现他的难题又被人给解了 另一边下了班的小帅和几个死党 一起来到哈佛的酒吧 死党假装哈佛学生在这里搭讪妹子 却被冒出来的哈佛学长 用一堆知识对得无法开口 小帅这时出来 用他极高的智商帮死党对了回去 这让两个姑娘深深折服 但小帅是个木头 姑娘们等了40分钟 她都没过去搭讪 最后还是姑娘小美 主动给了小帅联系方式 第二天教授来到学校管理处 打听清津员的身份 意外得知小帅今天因打架要上法庭 来到法庭的教授 看到小帅滔滔不绝地为自己辩护 但是法官说 已经让他成功辩护太多次了 这次必须要坐牢 教授找到小帅表示可以帮他保释 但是要小帅帮他研究题目 并且要接受心理辅导 虽然小帅不愿意接受心理辅导 但是迫于形式的无奈 他只得暂时答应下来 教授和小帅的解题研究 还是很愉快的 但是因为小帅太聪明 总是能攻击到心理辅导员的软肋 这导致他的心理辅导 一直没能顺利地进行 无奈的教授只好找到了老同学大胡子 小帅第一次与大胡子见面 他还是和往常一样 很快找到大胡子的软肋 就是大胡子的妻子 小帅说大胡子被老婆戴了绿帽 这气的大胡子 差点当场掐死小帅 教授以为又失败了 可是大胡子说 下周四他还会来 离开了小帅 找到986号码的小美 两人开始约会 相谈甚还 很快到了周四 小帅发现大胡子又来了 这次大胡子带小帅来到湖边 大胡子向小帅说道 他上次太激动了 你只是个孩子 很多生活经历 是听说并没有亲身体验过 所以才会有盲目的判断 而且你是孤儿 害怕建立亲密关系 想保护自己的小世界很正常 这一下子说中了自负的小帅 到了第三次两人见面 这次小帅什么也不说 大胡子也什么都不问 两人就这样对视了一整个辅导过程 教授面对大胡子表示疑问 而大胡子却说 小帅需要时间 第四次辅导 小帅开始和大胡子 了解自己的生活 还有正常和小美约会的事情 小帅表示 小美对他而言很完美 他很怕进一步接触后 会破坏小美在他心里的形象 而大胡子指出 没有人是完美的 并讲了一些死去妻死的小缺点 在玩笑的气氛中 让小帅领悟 受到鼓舞的小帅主动找上了小美 两人情感迅速升温 而教授这边开始催大胡子 加快进度 教授想小帅为他做出更多的贡献 可大胡子认为 小帅应是自己选择想要的方向 而不是被教授控制着未来 两人最后不欢而散 果然教授给小帅安排的工作面试 他都没去 可女友邀约小帅 一起去加州深造的提议 他也拒绝了 为此两人发生争吵 最后还分手了 郁闷的小帅来了教授面前 小帅表示 不想一直给他解题 还当面烧掉了解题报告 教授遗憾表示 不想看到他这样浪费天赋 几天后 小帅再次和大胡子见面 接受心理辅导 这次大胡子了解到 小帅小时候被虐待的资料 原来这才是 他不敢建立亲密关系的原因 在他的寻寻善导下 小帅终于宣泄出了内心的情感 随后小帅留信告别的大胡子 踏上了去加州找女友 尝试建立亲密关系的旅程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